最近珠塘膠灣 向北走 北圍那邊發展得很厲害 它主要是做江衰房的住宅區 現在經過紅樹東岸的住宅區 就會進入科技園裏 裡面有一個剛開售的 就是做預售訂購的 自帶商場有10棟住宅的屋苑 現在一路就車一路駛到這個科技園裏面 這個屋苑有個特點是 8萬5千平方米 一半是用作住宅和寫字樓 酒店和公寓 剩下一半是做商場的 主要商場都是做一些較為優質的品牌 比薩克、麥當勞、北神市等等 這些較為著名的品牌 這裏一路進去 見到一路已經是 還有很大片土地在興建 正式過了這條河 河道 然後天橋會到科創園裏面 整個屋苑 由科創園的企業公司包圍著 亦都是向北走 向北走 叫車程 就是兩分鐘就會有一個大型商場 大型商場就在這個珠海北站門口 現在就是早前就是萬達傾 聽到估計就是會和華法合作 做一個20萬平方米大的純商業體 按照規劃圖裏面 它是屬於B1B2的 沒有住宅在裡面 是屬於深紅色的地段 你看到一路都是科技公司 有些光學公司 還有軟件公司 再去到 有一個就是做電力設備公司 長圓電力對面的 就是那個所在的位置 現在總共這個地段 就有兩個屋苑 同一時間都是開售認酬的 那兩個比較 我看來就有一些的分別 這個屋苑它是帶有自己的商場 和住宅 它都是屬於興建第二類型房屋 即是說光衰類型房屋 106方和108平方 全部都是三房 兩個浴室 它的好處就是自己帶有一個大型商場 裡面有些較為知名的品牌的商店 但是有一個不太好的好處就是 它旁邊就是沒有什麼街鋪的 因為住得光衰房的人 都不會說很有錢 不會說吃一些三十多元一餐的 這樣的快餐 或者是那些 Pizza Hut 那類的快餐 間中就會吃一下 可能假期會吃一餐半餐 那大部分都是吃那些 餃子 麵條 麵店 燒美飯 平均是那個價錢是到 12-13元 到15-16元左右 較為經濟方便 甚至它有時早上 偶爾吃一下 一些 饅頭 肉包 都是過半錢一個 那它 缺乏了街鋪 做明火餐 做民生小店 所以它就是 會是 這一方面就沒有那麼方便了 另外它過兩分鐘車程 或者步行三十分鐘 就可以去到這個珠海北站 珠海北站有個地塊 就是深紅色地段 就是做B1 B2商務和商業的 就是沒有住宅的 即是說 如果它那個地塊是發展起來 做商場的話 加上酒店寫字樓 應該它的商場 比起這個商場 就是會大三倍 左右 又多 以香港來計的話 好像沙田的好運中心 和沙田中心 在未起到 未有這個新城市廣場 落成之前 都是比較多人流 到這個大型的新城市廣場 落成之後 就大部分的人流 都去了在這邊的 新城市廣場的商場裡面 集中在裡面 而之前的好運中心 和生業中心 就較少人去光顧 那麼 未來這樣 一直這樣興建下去 其實都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的 但是現在目前來計 整個唐家灣 都是沒有大型商場的 那麼這個項目推出來 就當然觸目 因為這個住宅項目 唯一一個 擁有一個大型的商場 你看到它大概是相對距離近些 它是以實用為主的 全部是一個板樓 是做到兩邊 都是有對流窗的 即是露台和飯廳的位置 都有窗口 可以做到空氣對流 那麼這裡有10棟 的來說 只是第4棟和第1棟 第10棟 向東南的位置 是遮擋比較少 在高層上面 過了10樓以上 遮擋比較少 其餘的7棟 都是望內圓景和樓景的 整個片區 就是這個科技園區 這個住宅 以及去到這個TOD 即是以大型運輸系統 做中心 減少汽車使用 以方便民生為主的 衛生城市 TOD小擠 都是集中在這個第二類型房屋 即是剛需類型的 現在大部分調查發展商 或者是政府都發現 大部分都希望有三個房間 兩個浴室 以及兩邊做到對流窗 最為實用 最多人喜歡 旁邊都是高生產業辦事處 寫字樓 這裏有個好處 所謂工業 但全部都是沒有污染的工業 前面有一棟 是屬於紅酒公司開的酒莊 包括他們自己設立一個 紅酒教育學院 起得不高的 四層到五層加起來 尖塔都是五層左右 十樓以上 如果是對著它 向東南面 就不會有遮擋 前面 是有一個高價的輕軌橋 經過的 但是你聽回來的聲音 其實就 日頭就不是很大聲的 很輕微的 相信晚上都不會太 看到輕鐵輕軌經過 但是聲音其實都是很輕微的 這裏有個好處 就是它周圍現在都不是爛地 都已經有建築物了 如果你買下去 你就會覺得是 看下去就已經是建成了 這裏對面都是寫字樓十三層左右高度 你看回去都是那些科技公司來的 無論是做軟件 軟件開發 或者高薪儀器 都是這些 地段 完全沒有污染 而且很寧靜 在這裏 看回規劃 就是零零四四 在這裏 科技 企業的附近裏 中間 再右的屋苑 大部分都集中在 往北走近 珠海北高鐵站的前後快 或者是東西兩邊 那邊的新開發土地 大概就是十點幾公里 平方公里 大一個 是7.6公里 多一點的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Royal 这个区域是一个包围旧的区域 主要都是一些民房村落为主 未来就会大规模拆迁 一定会有政府的补偿金额 这边就是会预计拆迁户 搬过来这边买楼居住 所以这边其实未来就会多很多人入住 所以这边起商场 其实应付的人群数目 其实目标是会统计 他们的目标希望达到40-50万人群 过了这条马路就会去到这个 刚才所说的金额的旧区 因为这边的科技公司大部分都没有包宿舍 很多的从业人员都会在金额这边旧区 租民房来做居住的 如果拆迁之后 意味着他们就少了一些便宜的屋可以租 未来他们都会有考虑过来这边买楼的 很多都会 那这个图就再说回是 刚才说的那个是左下角的自带商场屋 刚才就说完那个 那再说回上面那个 上面那个就是 上面那个就是一个 纯住宅的屋苑来的 那这个纯住宅屋苑呢 它是不是说没有商场呢 又不是 因为它的对面马路呢 就会有一个 中小型的商场用地的 深红色的 还有它很多橙色的地块 即是说 他们的橙色地块就是说 上面就是住宅 下面就是街铺 街铺呢 这边的街铺大部分都是可以做到名所餐饮的 即是说 未来这些街铺多数用来做 这个民生的小店之用 即是说 那些小笼包啊 饺子啊 鲨鱼小食啊 那麵啊 烧米饭啊 那较为便宜的食店 就会在这里开的了 那这边的全部的定位 都是建这个方需房的嘛 二类房 那就是说 消费都会是 会是 较为 要着着 是相对经济实惠才行 所以这边 是有这个好处就是 多这个民生小店 一落楼呢 就可以去吃个早餐啊 那 几元 吃个肉包啊 都是过一半的 吃两三个都是四个半 加一个豆浆 有些就是一元一杯 有些就是大杯的 就去到两三元的 那整个早餐都是五六元 那你吃个饭 他有些都是十三元一个烧米饭 就可以搞定了 那这个就是唯一的一个分别 在这里了 大商场就是做做名牌 大品牌 但是他的消费工 就不会经常帮衬的 那也都他 除了带有这些的名火餐饭的 就是民生小店街铺 他也都 前面也都 对面也都 遇留了一个商场 深红色的位置 那将会兴建商场的 还有一点就是 他在 他距离在这个 珠海北高铁站呢 步行只需要八分钟而已 那去到珠海北高铁站 珠海北高铁站 有化二十万平方米的大的商业地块 用来做写字楼 还有是做大型商场的 那这个商场 将会是这一大的区域 是霸主是最大的了 那之前就是 曼达呢 就跟政府谈过的 就是说 现在呢 都会 这个会落成的商场 合作一齐 那往后呢 是向北边 靠着高铁站那边 珠海北站那边 会有更大型的商场 而且在那边的屋面 就会越来越来越来越多 亦都会见到 很多街铺在附近的 因为整个大的面积 都是为了民生方面 当然不止是商场那么简单 还会有一系列的街铺出现 我下面还会放一放 之前拍过的 纯住宅区域的拍摄 有点好感觉 有点好感觉 好像没有人